我想可能那个出事的瞬间是一种晴天霹雳 巨大的灾难突然一下降临了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生活 我觉得在漫长的日子当中 这种艰辛一点都不比晴天霹雳 痛苦要少 甚至更漫长更折磨人 最初一开始在医院的时候 他根本不敢告诉我我失去了双腿 我有一段时间每天要换药 每次换药的时候 我的双腿都是淡在那个床边 因为要倒那个点斧酒 还有酒精消毒 然后当时我每次一旦空 我就感觉我的腿是一半 然后我就问妈妈 我说是妈妈我的腿 为什么我感觉是一半的 然后妈妈说你不要多想 你的腿腿还在 然后当时我就越来越怀疑 然后有一次我不敢问妈妈 我问我大叫 然后我说大叫 我说是不是我的腿没有了 我说我以后不能跳舞了 他就是说你不要多想 然后妈妈那个时候 他其实已经就崩溃了 他从病房外边冲进来 然后就哭着 撕心裂肺地跟我说 他说是你的腿就是没有了 你以后不能再跳舞了 你站都站不起来 就更不用想望再跳舞 然后妈妈就在一旁哭 哭得特别伤心那种无助感 但是我躺在床上 我就特别平静 一点的也没有掉 然后我当时跟妈妈说 我说妈妈你不要哭了 我说如果哭 我说我的腿可以长出来的话 我说咱母女俩天天抱头痛哭 连饭都不用吃 当时妈妈被我这句话震住了 可能她觉得我长大懂事了 但是其实我自己后来在想 其实是那个时候自己小 不懂得以后自己会面临 会面临什么 对 我妈妈一直从 那个时候就一直鼓励我 包括到最后上学毕业 鼓励我出去和朋友们一起找工作 但是就是我发现 自己越来越和别人不同 感觉很无能为力 看不到以后我的生活 该是怎么样子的 在07年 失省过了7年以后 然后和母亲吵架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 我自己已经有这种抑郁症了 然后就胳膊自杀了 然后妈妈把我送到医院 妈妈什么也没有说 她只是眼睛里头含着泪 她那么看着我 然后我忽然从母亲的眼光里面 看到了又心疼又绝望 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 当时我就跟妈妈说 我说妈妈我错了 就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感觉到我错了 我做了一件伤害母亲的事情 然后我跟妈妈说妈妈我错了 然后妈妈说其实我也有错 我没有注意到你心里的这种创伤有多大 一直看你外表很坚强 但是你心里一直都没有接受了这个事实 然后妈妈带我去看心里一生 08年的时候阳光就来临了 然后残联跟我说 中国要上一个残疾人的竞技体育项目 是轮椅舞蹈 我根本没有想过 就是轮椅啊或者什么 我只听到舞蹈两个字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兴奋 然后一晚上都没有睡觉 然后还不停地去跟妈妈说 我说妈妈 我说是真的吗 我说是不是跟我说 我说我可以跳舞呀 然后我母亲都烦了 就说你试试你快睡觉吧 我保证你明天睡起来 你那舞蹈还在呢 就是08年之后 所有过去的生活固然痛苦 但是都已经成为过去 你可以翻篇了 对的 妈妈也翻篇了是吗 是的 是的 所以妈妈现在是完全就变了一个人 整个人又恢复到就是我出事以前 非常的就是坚强 非常的乐观 而且母亲现在每天在家 都每天哼着小曲挺开心的 所以我感觉 其实过去的就过去 当你提到它的时候 你很坦然 你可以很坦然地去面对它 那么这才是真正的接受了 我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坐在轮椅上 我依然可以跳舞 我依然可以代表国家出去参赛 我可以为国争光 其实它说回来回到舞蹈这个事情上 对于紫衣来说 你觉得像她这样的孩子 如果能够实现自己的舞蹈梦 艰难吗 其实我之前也了解了紫衣的情况 我知道她一条腿是高位截止 就是在大腿跟那边 是吧 但是像她这种腰部呢 她是完全没有受到伤害的 没有 对 像她这样的跳轮椅舞蹈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也是 这条腿也是比较高一点 你想让我就是站起来跳舞 和健全人一样那样跳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就一直觉得我现在跳舞 虽然我坐在轮椅上 但是都是同样都是跳舞 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我坐在上面 也可以比你们跳得好看 这点太问题了 紫衣 你刚才觉得 苏苏姐姐跳舞跳得好看吗 好看 如果让你像苏苏姐姐跳一样的舞 你开心吗 开心 刚才苏苏姐姐说了 如果你喜欢刚才那个美丽的舞蹈的话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对 有问题啊 问题老大了 咋了呢 妈妈说了 在江西上饶吧 找不着能教这舞的老师 对 你觉得这是个问题吗 紫衣 是啊 那你觉得这个问题 应该和谁商量商量 它好像就能解决 对你看的人很对 我 对吧 对吧 我觉得思思老师 其实就是来都来了 您就干脆就把问题 就顺手就给它解决了 得了 谢谢 解决了 可以吗 帅哥 还得跟人商量一下是吧 来 帅哥 我需要您做好心理准备 也需要孩子做好心理准备 您想让孩子走这条路 没有问题 但是您也要了解 包括紫衣您也要了解 将来的路怎么走 是你现在自己决定的 舞蹈 我们两个可以教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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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